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5飞啸V3技能大坎 灵敏凌莎布鲁加拉赫 2.6-2.7卡池曝光 2.5飞过14加强 2.6卡池新同学登场新仪器来了 崩坏新穷铁道 2.5飞啸V2技能改变 黄泉队友来了 SP田园大招久违太帅了 飞啸凌莎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等不及了呢 除了两位新角色即将APP外 有关于飞啸VR技能改动 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2.5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飞啸了 有关于飞啸VR技能的改动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飞啸VR唯一一个改动 是把大招的分裂比 从原来的0.3加0.7改为了0.1加0.9 打工套的收益变高了一点点 不过就目前来看 飞啸还是最似配用猎套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 登场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其中提到了SP田园 阿格莱亚 星期日这三位新角色 其中SP田园据说 时机实际上比之前放出的图 要好看很多 正常形态下的SP田园 是一条尾巴 释放技能时候会出现9条 好家伙真就是9尾妖狐了呗 SP田园的定位目前来看 大概率是火虚无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死焦丘了 没准是黄泉队友也说不定 当然了 不排除有可能是焦丘的队友 但SP田园登场时间 估计起码在2.7后才会入持 至于阿格莱亚定位 可能是女兵巡猎 星期日的话可能不是虚数 定位又改动倒是让人没想到的 具体登场时间 还是之前网传的2.7卡池 不过版本跨度大 消息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首先就是2.5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 有关于2.5卡池的三位新角色 官方已经公布 分别是飞骁 凌莎 莫泽 三位新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就不多说了 有关于2.5卡池复刻角色的话 暂时来看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了 还是之前提到的黑天鹅 真理医生这两位 不过距离2月6日的前瞻直播还早 大家看看就好 随时有改动也是很正常的 而说起后续2.6卡池新角色的安排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目前已知的是 在2.6版本中 只有一位新的卡池五星角色 新四星角色目前并不确定 2.6卡池的新五星 大概率可能是之前提到的星期日 也就是说 SP停云大概率要延期 到2.7即后续卡池登场了 星期日的命途 貌似还是虚数同邪 停云 SP可以确定的是火系 命途不确定 但是在2.6版本中 有一位或多位新角色 属于虚数属性 SP停云虚无 貌似也不是没有可能 NOT隊就是队友又来了 这么来看的话 到2.6卡池就可以单up了 复刻角色便会多了 同时会有一堆新的仪器组合 但是没有新卫面食品套装 不过版本跨度大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预测 2.6卡池复刻大概率是黄泉 沙金 只跟鸟着三五角色 如果是单up 那登场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除此之外 就是2.5飞消光坠力会的改动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简单来说就是 飞消力会大腿下面的衣服 进行了改动 热肉感看着更明显了 倒是大家强了一波 所以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星穹铁刀2.5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星武新角色飞消 灵莎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后需2.5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出炉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2.5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早就公布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V3欲下载的改动也终于来了 提到了新Boss呼雷力会变化很大 角色力会也变成了广角 说起V3改动的情况 其中飞消新魂1 2.4.行计1 3.灵莎新魂1 行计3 莫泽新魂1 2.4.行计3 可能会改动 这么来看的话 虽然V3还没来 但是在V3中飞消应该是大改了 简单来说就是 飞消原先的行计1 可能会移至新魂2 新型计1 可能依旧和充能有关 行计3的话 可能改为争议自身的战绩 新魂一大概率是没有改动 即便有改动 应该也不大 新魂4 在四位的基础上 可能还会争议伤害 灵莎的话 改动可能不是太大 说白了就是不动新魂2 加强灵命飞消 二魂的收益不变 不过毕竟V3还没出 大家看看就好 随时变动也是很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 后续2.6到2.7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2.6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是星期日 2.7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大概率是延期的 SP庭云 暂时没有双五星登场的消息 也就是说 2.6卡池开始有可能是弹药卡池 复克角色的话 2月6日大概率是黄泉 沙金 知更了这几位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1.6卡池